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中国的官方是尝试来恢复方方面面的信心 但是现在综合来看效果并不好 首先是经济聚焦股市 1月22日,A股主要指数低开低走 互指早盘低位盘整 午后是加速下挫 一度是跌超三个百分点 最低下探到了2735点 很多媒体说又一次跌破2800点 指的是就是上周四 当时最低的时候是2760点 但是上周四收盘的时候是2845点 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惨 满盘接率 而且下挫的点位比上周四还要低 深圳城指是跌了3.50个百分点 创业板指是2.83个百分点的下挫 也是接近3% 两市是上演了普跌行情 您可以看到5177支下跌 116支跌停 涨的是146支 涨停的是24支 两市成交较前一日 较上周五 交易量是明显放量 超过了7900亿元 北向资金小幅净买入 满盘接率走势低迷 现在中国大陆所采访的各路的专家投资顾问 一句话说得很清楚 原因就是投资者信心不足 经济复苏显得非常的弱势 1月22日 户指击穿2800点 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成为是中国近期重拾 或者说鼓动恢复经济信心是遭遇到了重挫 因为稍早就是上一周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3年中国GDP增长5.2个百分点 其实较早的时候也是有李强 在瑞士出访的时候对外发布的 所以官方根据这个GDP所得到的结论 就是说尽管中国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 但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大的韧性 再次夯实了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稍微晚一点 1月19日 王沪宁作为中共的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他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 也是表示也是要求 要畅想中国经济的光明论 但是显然这个信心不是畅出来的 更不是吹出来的 现在其实方方面面的共识 中国经济存在的很多的问题 那不是说西方舆论渲染的结果 不是西方舆论畅衰给他畅出来的 所以畅中国字真的是一词多译 畅衰用的是畅 畅想光明论用的也是畅 其实都不容易 中国的问题 比如说股市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很多媒体用的是危机 地方债务的扩大 消费乏力 还有中国人口结构性矛盾 其实已经在朝着危机这个方向来演变了 结果中国主要强调的就是说 引发经济要在现有人口的质量上去挖掘等等 而没有在增量上做很多的文章 现在要重拾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信心 其实答案是很清楚的 中国的媒体包括财新 第一财经等等都有提及 要破除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质疑和畅衰 中国的经济要有所突破 最根本还是要在改革开放 做大经济蛋糕 提高民众收入等提振社会信息方面 切切实实的下足功夫 否则是很难收到实际的效果 很难把信心短时间内提振起来 以上说的是经济方面 接着我觉得还有两个近期的热点 是比较值得关注 两位副国级的官员在重拾 人们的法律的信心 一个就是英勇 您现在看到的中国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 那就是副国级的官员了 最近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因为中国有一个河北省的迁禧县 一位退休官员叫做马书山 七十多岁了吧 实名举报 当地的县委书记叫做李贵傅 搞形象工程而被逮捕起诉 那么最高检是有一个紧急的介入机制 一系列的动作就包括最高检察院 是派出所谓的院领导官员了 前往河北去指导案件的办理 会同河北省的检察机关 在审查核实的基础上 指令千禧县检察院 以不存在犯罪事实 对马书山依法撤回起诉 并将依法做出不起诉的处理 此外还要按照司法责任制的相关的规定 严肃进行追责 同时还可以看到最高检的检察长英勇 他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的检察院是人民的检察院 必须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面 确保检察权为人民行使 让人民满意 中国最高检的这一番表态 在做法出来之后 可以说是在中国的舆论场上 激起了满堂喝彩 关于最高检的大动作 我是请教了中国大陆一位 很资深的调查记者 他的说法就是中国 像千禧县老干部 马树山这样的实名举报 当地领导干部而被逮捕 被起诉的案件 过往是比较多的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最高检这样的插手 他认为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舆情沸腾了起来 这位调查记者对于事件的解读 我首先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 最早报道出这个事情 是中国经济观察报 具体写文章的记者 是比较年轻名声 口碑都很好的 李维奥记者 调查记者 文章出来之后 也是受到了威逼利诱 被要求删稿 但是报社是顶住压力 拒绝删除 对于媒体的 目前仍然存在的 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 那我觉得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过还是有必要 要补充的是这个事情的背景 英勇这个人 那一方面事儿确实是办了 另外一方面 马屁也是拍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把屁股端端的 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英勇刚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们的客户端 包括一些官方的媒体 都是把这句话 拎出来做标题 我看到中国大陆 一些律师界 媒体界的人士说 怎么这么老土啊 这么理俗的话 把它拎出来 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呢 其实呢 事情很简单 这句话 是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很多年前 1944年秋天 在隋德地区 召开的司法会议上 他在一番讲话中 所做的要求 透过这个事情 能够看到 英勇英勇 他不只是勇 当然了 英勇也确实是 把这个事情给办了 包括他对迁徙 这个事情相关的处理 严肃性进行表态 是在什么场合呢 是在最高检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代表 召开座谈会 征求最高检工作报告 和检查工作的意见 建议的一次会议上 所讲出来的 所以看到这里 那相信您就理解了 包括中国最高检 这么大的动作 它确实是有这样的背景 就是要形成一个报告 向两会 或者说向人大 来做一个提交 另外的例子 也是一位副国纪 中国最高法的院长张军 其实在12月份的时候 中国最高法 透过一纸文件 它被解读的信息 就会减少 中国裁判文书网 公开发布的裁判文书 它的数量 那遭到了巨大的批评 特别是法律界的人士 包括律师 包括法律的学者和专家 其中您现在看到的 王亚军 是北京的一家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他实名写了一封举报信 怒批最高法院长张军 认为他在裁判文书的 公开事情上 玩乎值守 这个事可以说 一波三折 在王亚军的实名举报 他是透过中纪委的官网举报 之后大概四天左右 中国的最高法 就有一个消息出来 说我们现在又在建 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中国裁判文书库 这个文书库要打成精品的案例库 一定会公开 但是同时又强调 过去大规模 大幅度公开的裁判文书 因为涉及到一些当事人的隐私 对这些人有影响 比如说找不到工作了 夫妻不和睦了 然后呢 有一些民营企业 过去确实打过官司 可能有债务的问题 那么等官司结束 他要再去借债 去融资出现了困难 等等 是做了这个表态 这个说法 那在法律界人士 在律师那里 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一个人犯了错误 那显然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所以我认识的一位山东律师 说这个事情最高法的做法 就是在扯单 外界本来以为这个事 那也就过了 至少是给了一个说法吧 但是到了一月中旬 也就是上一周 最高法又出了一个消息 承诺表态会加大裁判文书的上网力度 在做好一些隐私保护的基础上 去继续推进这个事情 说巧不巧吧 这中间当然有包括王亚军在内的 一大批法律界人士 包括媒体报道在起推进的作用 但是恐怕很现实的一个因素 也是因为最高法 也要在两会上做报告 所以以上两个 可以理解成为是司法上的例子 或者是政治上的例子 因为两个副国籍 同时做出比较大的 一个叫做让步也好 叫做改进也罢 是比较的罕见 对于当事人来说 或者说对具体的个案来讲 有这样的进步 更阳光一点 更透明一点 运用的法律 更准确一点 相信呢 外界当然是持认可的态度的 但是就这两个副国籍的官员 同时发力来看 尤其是英勇 这个屁股端端的 坐在老百姓的一面 这个说法来看 都是有火烧眉毛的意思 要做急救章 同时呢 也可以理解成为 为习近平在拾取信心 但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献礼 为两会献礼的做法 它可能即刻之内 有一个提振的效果 但是中长期来看 这样的做法 那显然没有办法解决 根本性的问题 来看看中国的润潮 其实有一些朋友 我看到社交平台上 当然包括我的视频 有一些观众朋友 认为大规模离开中国的数据 也是一种认知战 真实的情况恐怕没有那么强烈 不过现在根据数据的支撑 再加上 我个人也是做了一些采访 总的来看 润潮它是真切的 也是强烈的 不仅是说润潮已经铺到了美国 到了欧洲 比如说荷兰等等 现在连纽西兰这样的南太平洋的岛国 润到这里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中国的一些智库都是坐不住了 呼吁中国官方要想想办法 寻找一些对策 先来看看数据吧 这个是美国官方发布的最新的数据 高高的望上翘的 这个深色的 显示的是2023财年 就是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10月 那已经是创出了记录 最上面的这条橙色的线 是2024财年 就是从2023年的10月份算起 也是高高的划在上面 所以这个是去到美国的数据 很清楚 另外就是这位人士 所谓的药饭成功了 已经成为了他在视频之中的一个 很魔幻的金句 现在一般的报道只像他这样的 当然也是可能比较少的顶端的几个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药饭的经历 然后广告的收益 再加上打赏的收益 一个月算下来20万到30万人民币 这么多 这个水平可以和社交平台上 一些所谓的反贼 打眼号的反贼 真金白银来钱的速度 那相提并论 这个真金白银可以等量奇观了 说完美国 接下去来看一看纽西兰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了 大概就是500万的人口 在2022年的下半年 是推出了一项工作签证 叫做认可雇主 公签 他是申请者相对容易获得 但是无良商家 大钻漏洞的一种短期工作签证 因为他在登陆纽西兰之前 申请者就和雇主之间 达成一种绑定的关系 所以这个中间不少人真的是抓住了漏洞 当然这个也只是故事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有一些人他铁了心下决心 就是要离开中国 认出来 所以他知道这个中间 有猫腻 有人头肺 有剥削 但是已经不回头 我是联系了好几位 其中有一位女士 她的情况是比较的典型 一家四口 其实在出国之前 在江苏 他们所住的地方 两口子开一个小生意 一年十几万 二十万 是有保证的 两个孩子 那么他是 疫情之间 感受到中国的这个做法 是非常的糟糕 对他们的生意也有冲击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 对于中国 或者对中共的这些做法 他是不满意的 所以就着手找中介 透过山东的一家中介 他是比较顺利的 一家四口出来了 请他个人得到认可雇主空签 是花了八万元人民币 他说的也很直接 这位女士说的也很直接 中介就告诉他了 反正呢 之所以说这么多明码标价 两三万块钱人民币 是要给到纽西兰的这一家雇主的 那他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雇主在纽西兰 是华人的老板 开餐饮业的连锁店 那可能店也比较的多 这位女士说的也是很直白了 就是你收这么高 没有问题 但是你千万不要骗我 不要说我来这里 干了半个月 一个月 结果你说工作没有了 那我一定要找你中介的麻烦 所以他现在的 这位女士就是比较稳定了 一家四口去到纽西兰 包括中介费等等第三方费用在内 一共是二十万元人民币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后悔 就是铁了心往前走 谈到很快就要到的龙年 那他的愿望就是说 两个孩子赶快把万语提高了 找到好的学校 他个人就是说全方面的提升能力 因为只有能力提升了 未来他现在拿到的是 认可雇主公签 那以后能力提升了 才有机会去寻找移民的可能性 对他的老公呢 那他的老公 因为四十多岁奔武了 不喜欢也不适应纽西兰的环境 其实是想往中国回去 但是他给他的老公 就是下了一个通缉令 或者说两条路的选择 要干好好干留在这里 不干的你收起 备入滚蛋 所以也是很直接了 所以出国 对于普通的工薪也好 或者说做小生意的人来说 是比较艰难的一个选择 要斩钉截铁 不回头的润离中国 确实也是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挑战 其实海外对中国人 华人剥削华人 印度裔剥削印度 这个一直都有 但是就纽西兰来说呢 认可雇主公签 他退出来以后 踩上了中国 2022年年底 解除新冠疫情风控的这个节奏 同时更大的背景 就是润离中国的风潮 真的是一波高过一波 目前持这个签证 出来的人是7万人 这是2023年的数据 当然这个中间 有些人是说 想到国外来淘淘金 赚赚钱会有 这个没有问卷统计 所以到底哪一个心态的人 占多少比例不好说 但是我采访到的联系的 这几位人还是倾向于认为 比较大的比例的人 确实是抱着一颗 润出中国的心 去到纽西兰的 纽西兰一位非常资深的 劳务关系法律顾问 就告诉我 他说现在啊 中国大陆的这一些 劳务中介 和纽西兰的本地的一些 劳务中介 当然主要是说 一些能够提供用人 岗位的公司 哪可以说就是 沆瀣一气了 现在公开明码标价 在微信上打宣传的 就是说费用已经是五万到八万元人民币 其中就是包括了人头费 所以他最后的结果 想认出中国的这些人 去到纽西兰之后 他得到的工资啊 其实就是 最后就是自己的钱 还有一位知情人士 就特别告诉我 他是当一个 大笑话来讲的 就是纽西兰的这么多侨领啊 从来没有哪一个侨领 站出来说要保护中国劳工的利益 反而这中间有一些侨领 又是企业家 也是混水摸鱼 在这一中间剥削劳工 这位知情人就特别告诉我 习近平曾经是去纽西兰进行访问 也是一大批侨领啊 在旁边作陪一起合影 其中有一个侨领 现在也是涉及到了 剥削劳工 也很有可能就是收人头费 现在是被告上了法庭 所以有资深的一些劳资关系顾问 就呼吁 在纽西兰的一些雇主啊 你本来是运营着这里的公司 但是你的经营理念 管理方式完全是中国特色 所以对于雇主 他的建议就是说呢 你既然已经是认到国外了 那么你就要入乡随俗 就要按这边的规矩办事 请你们尊重西方的法律 以下的视频就是由资深的劳务关系顾问 所分享的 这位顾问就特别提到 工人给他发的视频显示 这个是雇主提供的房子 当时是有七八个人住在地下室 楼上还住着其他工人 工人们每周给雇主 是交一百块钱的房租 后来房租还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 都是新纽西兰园 那么提供视频的工人 告诉这位劳务关系顾问 最多的时候 这个三居室的房子 是住了二十二个移民工人 这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这一个小房租了二十二个月 这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屋里上还有 这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这个叫客厅里头 住了上下铺 我们的许事 十了多瓶 二十了瓶 这里头住了十个饮 全上下铺 你看 爽啊爽啊 中国的润潮 现在是引来了普遍的关注 最新的一个名证证明 就是中国知名的智库 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相关的课题组 所撰写的一篇报告 刚刚公布出来标题 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 当然他给出的角度是舆论战或者认知战 因为西方啊在强调或者说在渲染中国崛起已经到了顶峰 所以这家智库认为有一系列的副作用 副作用之一其实就提到了润潮 大概是这么几句话 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不是从疫情大流行开始的 而是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存在 过去十年中 所以这个时间显然是和习近平主政是相匹配的 这份报告也特别提及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增速的放缓 富人再难以像以前一样依托各种红利 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 加上外媒所大肆炒作的中国崛起顶峰论 这可能导致大量富人在中国看不到财富增长的机会 从而携带大量资本移民国外 直接导致国内投资下滑 就业岗位减少等后果 润离中国的富人有多少呢 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 是援引了西方一个咨询机构发布的数据 就认为2023年 大概是有1.35万名的高净值人士 所谓的高净值人士指的是拥有超过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富翁 1.35万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目前大概是有80多万名百万美元的富豪 是一个很小的比例 但是金融研究院就认为这种外流的趋势其实还在增强 除了数千万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流失之外 高级管理人才也在外流 这会让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所以中国可以说是面临着方方面面的矛盾 人们在用脚 在投票 在做选择 很突出的就是习近平开启第三个任期之后 这种润潮确实是有放大的趋势 相对的所谓的劳工阶层 接下去在中国做一些小生意的阶层 包括前面我所提到的这一位在江苏的女士 再接下去这些富豪阶层都在琢磨着 当然有些已经离开了 有些是在琢磨着要不要所谓的润出去 习近平在开启第三个任期之后 能够看到中国国内的不满的声音 确实是在持续增加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短期之内 没有迅速一个好转扭转的趋势 相信这样的润潮 它会浪头更大 风势更猛 包括我认识的两位非常资深的 媒体人一位已经是前辈了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 目前有自己的媒体公司 他们也是希望离开中国 所谓的润出中国 但是一方面舍不得卖房子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语言的原因 专业的原因 现在顾虑是很多 他们是不考虑说走线去美国 同时也不考虑说去纽西兰 透过拿短工签的方式 所以现在是卡在这里 但能够看到确实有不少的媒体人 新鲜也是被波动 希望某种程度某个时间点 希望离开中国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1月24日 中国的A股又走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天 收盘的时候 护制是标志性的占上了2800点 中国大陆媒体普遍是用深微 来指代这一天的起起伏伏 不过有人开玩笑了 这个深微是周东宇的深微吗 所以还是持怀疑的态度 综合来看 由李强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 所引领的这一场股市保卫战 现在呈现着非常激烈的光明论 和道顶论之间的拉锯 首先还是来看一看 A股1月24日的情况 确实是很深的一个V字型 A股三大指数 在24日开盘的时候 集体高开 这个是给了很多投资者 特别是小散的一个惊喜 盘中一度走低翻绿 那很多人的脸色也是绿了 但是午后三大指数又是拉升翻红 护制午后拉升走高 重返2800点的关口上方 创业板指一度跌幅达到2.7个百分点 也是在中午时分以后 V型翻红收涨约0.5个百分点 护身两市 个股涨多跌少 超过3900只个股上涨 两市成交量明显放量 占上了7600亿元 北向资金是小幅 净卖出 第二点 中国的股市走出深微的原因 那并不复杂 在交易日当天 在中午的时间段 就能够看到 中国证监会透过官网 放出了一个所谓的访谈 就是证监会的副主席王建军 受访时表示 对中国近期资本市场的动荡 感同身受 并称将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 证监会的副主席有这样的表态 是着实不容易 因为就在此前 中国社交群组里流传很广的一段音频就显示 有一位中国湖南的网友 当然也是小伞啊 就打电话 给证监会的热线服务 服务热线 痛批中国证监会 给出了八条建议 同时最后就强调 如果说中国股市还是这样的 沉沦下去 堕落下去 那你证监会干脆就解散得了 那证监会当然不会解散 现在给出了这样的一些承诺 接下去 直接的一个刺激的因素 还包括中国央行的行长潘弓胜 也是在1月24日宣布 将于2月5日下调存款的准备金利率 0.5个百分点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具体来说就是方便或者说刺激啊 银行可以向客户提供贷款 银行本身也可以购买更多债券 从而支持经济的增长 现在西方媒体的观察就是说 央行的这一次的降准 它的发布的方式是区别于 以往没有在官网上 比如说做一个预热 或者说中国国务院做一个暗示 而是直接由央行行长潘弓胜 进行宣布 1月24日类似的心理的安抚 政策的宣示 其实还有比较的多 那么在真金白银方面 现在股市能够被托举起来 市场的观察人士 还是倾向于认为 确实是与中国国家队的入场 有关系 尤其是北向资金 其实呢 包括1月24日 它也是净流出 那么大盘还在上涨 主要的原因 有分析人士就特别提到 是因为近期国家队 透过大量买入上证50ETF 和护身300ETF的份额 互盘的意思非常的明显 近几个交易日 这些资金大量流入 直接是推动了指数的反弹 所以对稳定市场信心 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谓的ETF 它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英文的所写 它的运作的机制 这个基金和股市的关系 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中国的这些国家队 透过购买ETF 是实现了对很多股票的增持 当然了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政策的背景 这个是来自美国媒体 所披露的信息 指中国是在考虑 用国企在境外海外的资金 是2万亿元人民币 来搭建一个股市的凭准基金 但是这个操作 它的可行性 它的风险度 现在其实有不少业内人士 是持谨慎的态度 是比较怀疑的 或者说 这个消息 目前中国官方也罢 中国的党媒也好 都还没有对外进行一个披露 所以说没有证实 接下去就要看一看 这一周会不会有相关的消息出来 也不排除 有一个政治局的会议 会来谈到这方面的情况 当然第三点 就是很多人所议论的 开玩笑的 这个1月24日走出的深微 是不是周冬雨的深微 那如果是 就麻烦了 所谓的周冬雨的深微 其实换一个相对严肃的说法 就是中国经济的光明论 和中国的经济 巅峰论 已经道顶论 其实是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博弈 1月24日不少西方媒体也是援引业内人士的说法 就是给人总体的一个印象 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就股市来说 是已经到了一个所谓的转折点 原因大概是这么三点 第一点从极小的 从微观的这个层面来看 一个市场好不好 一直股票涨不涨 他不是说在外界去力推他 根本的还是要看这个企业自己的盈利能力 怎么样 这个道理倒是很简单 第二点就相对宏观一点了 因为股市它是所谓经济的晴雨表 那么中国目前的经济 包括房地产的危机 包括地方债的化解等等 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人口的结构性的矛盾 现在看都很突出 所以不是说政府在那里去脱市 整个信心就能够马上恢复 因为很多基本的矛盾 它没有给人足够的信心 说中国政府会很快的 比较快的进行化解 第三点 这个是西方舆论厂说的比较多的 就是中国的一些监管政策 它能不能避免招令西改 左摇右摆 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的出现 因为这样的一种执政的水平 会让企业感到困惑 也会让投资者手足失措 中国现在眼见着春节在即 人们对农年有很多的期待 然后呢 两会在即 这个是中国或者说中共 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在这样的一些关键时间节点之前 现在综合来看 中国经济光明论和中国崛起顶峰论 应该还会有一些拉锯 究竟是李强版的深微 还是周东宇版的深微 渐渐的轮廓 也会清晰起来 来看看秦刚的最新的消息 他上一次因为参加外事活动 而被中国媒体公开报道 要追溯到2023年的6月25日了 到了今年2024年的1月24日 也就是秦刚整整消失了7个月 这一天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上的这一位 傅聪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是回应了关于秦刚的一些说法 美国媒体的报道是这样的 快速的就分享一下 非常的简短了 北京一位非常资深的外交官 是驳斥了人们对前外交部长秦刚 被罢黜的担忧 这是一位中国官员罕见的 就这一神秘事件发表公开评论 这样的消息的开头 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它显然会吸引很多的眼球 其实细节并不是那么多 大概是这么几句话 傅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当你看到一些欧洲政客也被解职时 其实人事变动并不罕见 他接着补充说 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 那么这就是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政策有任何变化 他说我不认为这影响了我的工作 以上就是傅聪所讲的主要的直接英语了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其实还是提及了 秦刚他的没有生息 其实并不像傅聪所言的那样 并不罕见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点就是尽管欧洲官员因不当行为 而被解除职务的情况 那是很常见的 但他们通常不会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秦刚在担任美国大使期间一直保持着高调 自从被罢出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过 这个质疑应该指的就是 它消失或者说没有消息的时间 确实是很长了 秦刚我前面也提到了 2023年6月25日参加外事活动 中国官方的媒体也有公开的报道 到现在上传这则视频的时候 2024年的1月24日是消失了整整七个月了 有些人问这七个月是什么概念 根据中国的基检监察的条条框框的规定 以及中国官员他从贝利安审查到官方说 你要移交司法 那就准备进入司法程序 意味着要吃牢饭 中间的这个流程 五六个月的时间是为主的 超过六个月的应该说都是非常的罕见 所以秦刚七个月没有消息 到底是卡在哪了呢 接着回到美国媒体所提到的第二个原因 认为其实还是很不寻常 就是说原因是什么 北京方面几乎没有透露 这位在担任中国外交部长 近七个月后就被免职的人 秦刚目前的行踪 他是中国现代史上英文原文是 Modern History任期最短的外交部长 中国的外交部门官方最早是说 秦刚因为身体出了状况 而会缺席一些国际聚会 接着就让追问秦刚下落的记者 去看外交部的官方网站的消息 美国媒体的报道也是提及 此前有一些国际媒体调查发现 秦刚在担任美国大使期间有外遇 可能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现在官方也没有宣布调查 所以给出的第二个信息 不寻常之处 就是原因仍然不明 其实我之前去年七月份做的节目 也是联系到了凤凰卫视内部的员工 他给我看到了一张 很短的内部交流的记录 就是凤凰卫视一位中高级的管理人员 告诉他应该是秦刚有外遇 和傅小田女士有一个私生子 以上就是傅聪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顺道是提到了秦刚 根据他的陈述 秦刚是做错了事 是跑不掉的 不可能是说纯粹因为身体原因 然后消失这么久 原因也不对外公布 另外一点从人情事故 从中国人情事故的角度来看 傅聪其实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恐怕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但是他还是多说了几句话 从这个某种程度上来看 秦刚在中国 在中共这些高届的外交官之中 看上去口碑是不好 现在从大的方面来看 秦刚被这样的处理 副国级的官员 中国外交部部长 显然是加剧了投资者 对中国决策不透明的担心 不过具体而微一点 对秦刚本人来说 他所受到的待遇 真的是很有悲剧性的色彩 1月24日 那您去看一看中国外交部 历任外交部长这个页面 仍然是没有秦刚的名字 此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啊 说中国外交部讲了 外交部的官网还在进行调整 进行更新 都已经更新了这么久了 另外一点秦刚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从形式上来讲 他的原来的选举单位是天津人大 天津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目前正在召开 那我也是拜托中国的一些媒体人 去了解消息 我自己也是联系了天津的一些官方部门 就这一次的人大会议来说 现在公开的议题流程之中 是不涉及到个别人大代表的相关处理的 从中国对全国人大代表的处理的情况来看 如果秦刚一直戴着全国人大代表这一顶帽子 理论上他就不会进入到司法程序 就是离吃劳饭就会有比较远的距离 综合秦刚已经是七个月 没有消息 时间是加长了 所以现在来看秦刚被侵犯 就是他接受中共党内的纪律处分 再加上中国的监委 政务处分的可能性 现在来看呢 是越来越大了 接下来看一位红二代 陶思亮女士逃不住的女儿 1月24日有中国大陆的社交平台 是推出了陶思亮所写的一篇文章 标题 网络请留一方净土给他们 文章是写的很长啊 看上去这一位四月份就要满 83岁的女士是不土不为快 这篇文章 它核心的意思 是在批评中国互联网上 一些意识形态的 一些偏左的东西 非常的多 他提及啊 涉及意识形态 中国网上看到的是 大V们的战国时代 那叫一个乱 看上去言论似乎很自由 可以想骂谁就骂谁 可以宣泄情绪 将胸中的利器 恶气 怨气 都一股脑而倾斜到网上 甚至可以 小小不然的造个谣什么的 但互联网的公平自由 是博足的 理性的爱国主义 科学求实的精神 人文的素养 人性的善良 往往被狂热的 民粹主义 反制言论 粗鄙的语言暴力所碾压 他特别就提及啊 网报 几乎无人可以避免 如果说注册的大V小V们 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与立场的话 那么评论区 简直是没法看了 恶毒 粗鄙 冷酷 帽子 横飞 棍棒 乱打 为所欲为 毫无底线 中国互联网 已经成为网络暴力和造谣重伤之羊 他用的羊是溃烂的意思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 陶四良女士就提到啊 包括像中南山在内的这样的一些科学家 对于网上的污蔑造谣 没有渠道 也没有精力去抗争 或者只是不屑于理会网上这点事 结果往往妖言惑众 以讹传讹 任由名誉人权遭遇肆意的践踏 所以他表示 我一厢情愿的写了这篇小作文 是想呼吁 善待我们的科学家 给他们留一方净土 叶启孙 谢家荣 树兴 姚同斌 汤飞凡 这些中国科学巨拨的悲惨遭遇 不能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陶四良女士 所点的这五位人士 科学家巨拨 查了一下信息 绝大多数是在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受到了冲击 有些是自杀 有些被迫害 致死的人物 接下去来谈一谈观后感 就是陶四良女士的这篇文章 虽然没有直接提文革 但是根据他对 意识形态的批评 包括提到的那几位科学家的 经历来看 他是在聚焦 互联网上的 左风很胜 意识形态的东西太多 当然了 可能有些朋友 心里也低估 中国互联网上 左风这么胜 那显然是中国的当局 去支持 或者至少说是 默认的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不过陶四良女士 毕竟还是在中国 恐怕有一些东西 也是点到为止 现在中国的红二代 红三代 关于这些重大的议题 敏感的议题 其实已经不愿意 去公开的写文章 去谈了 应该说很少了 陶四良女士 关于严明富的文章 关于疫情防控的 一些文章 其实是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 虽然很多人 对红二代 红三代不感冒 但是因为八十多岁的 红二代 能够站出来 真边实壁 它总还是说 能够起到一些 好的作用 陶四良女士 所提及的 中国互联网 已经成为了 网络暴力和造谣 重伤很严重的 一个地方 其实海外的一些 华人的社交群组 或者是论坛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最近我也是采访了一些 移居到海外的华人 他们认为中共 那已经让他们 没有办法承受了 所以在很艰难 困苦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依然决然 要离开中国 所谓的润出中国 但是到了海外 发现情况 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特别是在社交群组里 包括油管上 推特上 他们也认为 有一些所谓的反贼 恐怕打一个引号 纯粹是靠一种情绪的宣泄 在那里赚钱的 有一位女士的话 我印象很深 她就说 有一些大V 连这个事情都没有搞清楚 就在那里啪啪啪 发表见解了 她觉得 用这样的方式去 和共产党斗 那你斗得过共产党吗 这位女士就告诉我 她其实是感到一些失望的 因为这些所谓的大V 根本没有把心思 真正的去花在 推动中国民主的 这个事情之上 这位女士是点了 好几位大V的名字 在这里我也就不说了 免得人家以为 我们小V是在蹭流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北京时间1月25日 一大早凌晨6点钟 中国的中纪委 国家监委官方网站 是发布了2023年 中国的基检监察机构 打虎拍营的数据 其中有一个数字 让外界可以说是大跌眼镜 因为此前中国的官方 是没有发布过 所以今天首先就从 这个非常隐秘的数据 来聊起 数据是比较多了 就念几个核心的 快速的扫一下 2023年 中国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是立案62.6万件 其中立案中管干部 87人 厅局级干部 3456人 县处级干部 2.7万人 处分 省部级干部 49人 厅局级干部 3144人 县处级干部 2.4万人 官方在这里提到的处分 它是纪律机构的 纪律处分 再加上中国的监察机构的 所谓 政务处分 当然如果说最简单的理解 就是中共的家法处置 在中国的新闻节目中 经常能够看到 一个人 那给他开除党籍了 这个就是纪委的纪律处分 然后同时又把他的公职 给开除了 这个就是来自监察机构的 所谓 政务处分 一般来说 情况比较严重的话 事情还没有完 你就会看到新闻中有这么一句 将这个人 他涉嫌的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 来进行依法的审查起诉 等于是说 要进入司法程序 这个人就一定会吃 劳饭了 其实在49名 省部级官员被处分 这个数据之外 更让外界感到吃惊大碟眼镜的 还是立案中管干部 2023年达到87人这个数据 此前是从来没有公布这么多的 因为统计下来 目前中国大陆的媒体 大概是两个版本 一个是45人 一个是47人 这两人的差距 可能主要是说 有一些厅局级的官员 到底是不是属于中管干部 有一定的争议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40多人 结果中国官方赶早公布的是87人 这就创下了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一个记录 我把相关的数字做成了一个表格 您可以看到 2023年立案中管87人 低于87年的 是2014年的38人 出摸一算 那就是两倍还不止 还有多了 所以这一看 那和媒体所进行的 对公开信息做的汇总 要么是45名中管干部落马了 被查了 要么就是47人 但是现在是87人 多出来的一部分 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军队的这些高阶将领 中国的纪检检查机构 此前在发布相关反腐成绩单的时候 有一个口径 有一个说法 就是查处了省军级以上的干部 以及其他中管干部 多少人等等 所以省军级 特别是这个军队的军级 是重点查处的范围 也是所谓的中管干部的序列了 中国的正军级单位 一般包括集团军 省军区等等 正军级的官员 一般来说 他的标配是少将军线 所以87人被查的中管干部 减去媒体所统计的47人 都是非军方的官员 那就是40人 40名将军 是有很大的可能 在2023年的12月底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是已经通报 9名涉及到贪腐的将军 已经被罢免了 中国全国人大的资格 所以就可以算一算了 我数学不好 大家一起来帮帮忙 看有没有算错 40人就减掉9人 然后姑且也不算 贪腐铁板钉钉的李尚福 那么很有可能 还有30名现役的 中共军队的将军 在2023年 是已经接受了中国官方 特别是军方的纪律检查 和监察调查 中国现役的将军有多少 不同的版本了 有些说是1000人 有些说1400 1500是应该有的 取1000人好计算 40个将军 除以1000 那就是4%的贪腐比例 中国的古话说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像这样的将军 要还能打仗 还能打胜仗 那真的是多多怪事的 中国的腐败 触目惊心 除了前面提到的军队 这一块以外 其实不管是老虎 还是苍蝇 给人的感觉 是永远打不完 拍不尽 我个人很直观的一个感觉 在中国疫情期间 打了中国国产疫苗之后 就有一位南方的 厅局机关员 当然他不是中管干部 就告诉我 说当地 打了疫苗之后 出现了很多的副作用 包括脸的 精卵 一些女性 没有月经等等 我印象是很深 结果在2023年 他也是被查了 落马了 现在也是准备在 吃牢饭的过程之中 对中国的腐败 到底有多严重 程度 深到什么程度 范围 广到什么样的地步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 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了 中国的腐败 还有一个就是前辅后继 现在很突出的一点 70后的官员 包括70后的中管干部 都已经出现了 2024年1月5日 最新的这一位 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叫做肖兴 他是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肖兴是1971年12月份出生 法学博士 在2023年8月份 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而落马的 另外一位更年轻 是1973年10月份出生的 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校长张广 他也是博士学历 70后的出现 想必未来也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官员会落马 那就表明了 中国的反腐败 是存量没有解决 增量现在又出现了 中国腐败的触目惊心 还有一点表现 就是说无暗评出 最近的一个例子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中国足协的腐败 让偶尔还去瞄 中国足球几眼 对中国足球 多少有一些念想的人来说 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 足协主席还没有上任 就已经开始贪腐 然后呢 有一些设施的被影响到的企业 去找党委书记反映问题 党委书记完全当耳边风 因为也贪腐 负责中国足球市场化推进的秘书长 贪腐 然后管业务的 管裁判的这些官员 也是去拿钱 绝对是乌烟瘴气 它导致的一个结果之一 就是中国足球水平 就是原地踏步 这一次的亚洲杯 24支队伍 晋级16支 中国连16枪都没进去 踢了三场小组赛 前面两场是0比0 最后一场 卡塔尔作为东道主 其实呢 都是派的踢补 上去踢 中国也没有办法进一个球 最后0比1输了 卡塔尔的主教练说 这场胜利都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所以这个脸真的是丢尽 借着中纪委发布到023年的 这一次反贪腐的数据 其实能够看到 现在外界的感觉 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应对腐败 已经到了束手无策的境地 当然他们永远不会这样认为 党要管一切 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 那权力的高度的集中 它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腐败 尤其是中国的政治 中共的政治运作是不透明的 那权力产生腐败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第二个 作为我们在中国大陆工作过的媒体人 曾经的媒体人吧 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如果说媒体监督 调查记者都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那 其实像西方国家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机会 去监督公权力的运作 把可能的腐败 披露于世人面前 或者说呢 去尽可能的遏制腐败 这条路径在中国 现在来看也是被毒死了 1月25日 中国社交群组里 很多媒体人在传一个笑话 大概十多年前 在中国是犯了案的一个逃犯 而且中国的官方做了一个重点督导 这个人化名 以后混进了媒体 靠着写一些所谓的主旋律的文章 居然还在江苏的一个城市的日报社 成为了副主编 这个也是天大的笑话 他从一个角度也印证了 现在媒体已经成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接下来看一看 中共的一次人事任免 在措辞上 有一个新的表述 中国大陆的时政观察人士 都觉得这个中间显得很怪异 很诡异 他们也尝试做一些解读 说的是谁呢 涉及到的是秦国文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 在本周稍早的时候 湖南省委机关报 官方媒体是发出的消息 指近日接中共中央通知 秦国文同志任湖南省委常委 省委研究决定 秦国文同志任省委秘书长 秦国文 他是1967年7月份出生 其实是长期在湖南省任职 在这一次的接中共中央通知之前 他是2021年7月份任衡阳市委书记 2022年7月份任湖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 两个月后卸任衡阳市委书记 接中共中央通知这个说法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开的信息来看 过往是没有见到 或者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有中国大陆的时政观察人士 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可以做一个比对吧 最近的中共一些人事任免 比如说中共中央批准余爱华同志 任安徽省委副书记 刘国斌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 另外稍微早一点 在北京官方媒体的说法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余英杰同志 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 前面提到的安徽的两位官员 北京的这一位官员 他们在这次旅行之前 其实都是在各自的省和市工作 所以现在讨论就比较多了 此前中共用的比较多的 中共决定 他一般的理解是说 由中共中央单独酝酿 所谓的中共中央 要么就是政治局的会议 要么就是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 当然也可能包括就是习近平本人 然后呢 中共中央直接决定 任命的省部级干部 或者省委提出的建议 人选与中共中央研究决策的结果不一致 中共中央没有采纳地方省委的意见 就用决定 而所谓的中央批准 一般的理解就是说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中央各部委的党委 向中共中央推荐拟任的 副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师 最终被中共中央同意采纳意见 在表述的时候 就会采用中共中央批准这个说法 这两点目前来看应该是比较的明确 所以怎么又出来了一个中共中央同意呢 有时政观察人士就认为通知这个词的使用 那就是不告诉你到底是决定的还是批准的 既可以是决定后来通知 也可以是批准后来通知 转变为通知一词 用这个词主要是中共中央这个最高层 它可操作性更强 保密度更高 解释权归中共中央 也可以阻挡一些人的妄议 显得更加的从容 这种看法它的要点就是说 如果未来接中共中央通知 这种说法越来越平密的 被中国官方使用的话 那确实就是中共想做一些保密 或者说不愿意向外界披露更多的决策的细节是怎么样 所以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凸显了一种神秘化的操作 当然也有一个解读 就是认为如果说接中共中央通知这个很罕见的说法 只是适用于某一个省 这一次是针对湖南省委的话 那某种程度上也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就是对湖南省委 对湖南省委书记 目前是沈小明 中共中央是有一定的不满意 这个说法也不是空虚来风 沈小明是曾经在海南做一把手省委书记 总共的时间大概是两年三个月左右 当时其实普遍的预计就是 因为海南要打造自由贸易港 包括2025年年底前要启动全岛的封关 一般认为当然就是沈小明会主导这一项工作 结果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海南省委书记是突然换帅 沈小明去了湖南 接替沈小明成为海南书记的 是当时海南省的省长冯飞 一个沈小明一个冯飞 现在我看了一些资料 两个人在中共官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两个人也还是有一些料到都做过博士后的研究 沈小明是医学方面 冯飞是电子技术方面 而且他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 习近平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博士帽在戴着 所以这两个人谁来主导海南 显然沈小明是败给了冯飞 结合这个背景来看 那确实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就是说围绕着秦国文 他的使用 或者说一个湖南省委常委 位置究竟安排谁 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 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一方面要集中 一方面就是说要民主 地方上要更大的权力 作为拉锯的结果 最后中共中央就还是同意了 湖南方面的一个想法初衷 其实就是批准了 但是在态度上又显得不冷不热 给出了一个通知的说法 到底是哪一种可能 我也是问了中国大陆的一位政治的学者 他就表示确实很罕见 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学者就显得严谨一点 就是说要继续来看一看 观察一下 特别是要看沈小明近期会不会有一些 异动的出现 接下来看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正在打一场战役 什么战役呢 就是中国经济光明论和中国经济巅峰论 或者是到底论的短兵交接 他正在作战 就1月25日股市的表现来看 又已经占上了2900点户指 那么李强 他所做的努力 应该说比较好的回报了 但是现在的现实的情况 就是中国企业上市企业 如果说它的盈利能力本身没有改善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不确定性 包括楼市的危机 包括地方债的化解 很多问题 这样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的话 单靠一些外界的强刺激 这样的利好能够维持多久 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了 当然现在考虑到 1月份的政治局的会议春节 然后又是3月份的两会 李强显然是希望在这样的战役中 做更多的 应该会有更多的投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1月25日 正在北京访问的日中经济协会 京团联等日本经济代表团 是与李强进行了会团 代表团 日本代表团是递交了建议书 有一系列的建议 其中就包括 希望撤销东电辅导第一核电站 处理水排海启动后 中方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措施 就希望撤销掉 另外一个建议就是 在运用修改后的反间谍法时 希望中国方面更具透明度 建议书还指出 中美两个国家对立是导致了全球的分裂 所以敦促致力于改善关系 还有一条建议 为了使人员顺利入境中国 希望恢复短期逗留免签证的措施 因为在新冠疫控之前 中国是对日本实行单方面的 普通护照的免签 大概是这么四条意见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李强是表示 现在是开创日中未来的重要时期 在新的共识下推进合作很重要 参加了这一次会谈 发表了建议的日本的经济界的领袖 就告诉日本媒体 李总理就致力于改善中国国内 针对外资的商务环境 是做出了强有力的发言 而且还介绍到 李强在谈到中日两个国家的友谊的时候 是表示中国商务部正在牵头改善商业环境 当然关于水产品的事件 目前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消息出来 李强有如何的表态 稍早之前 日本媒体也是放出了独家的消息 指中国是已经向日本提出了 对外交和公务护照免签 这里面就奇怪了 为什么中国就不直接向日本提出 可以恢复对日本普通护照进入中国的免签呢 中间有玄机 根据日中关系消息人士所透露的 一名中方官员 一月份是在北京向日方指出了 中国在疫情前已经对所有日本人免签 但日本连中国的外交和公务护照持有者都不给免签 所以这位官员就提出 对外交和公务护照持有者免签是个选项 日本是应该努力 同时还表示 希望有更多日本人去中国 按时恢复对日本人免签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中日的关系是比较复杂 起起伏伏 能够看到李强在这个方面也是在用力的 因为单方面恢复普通签证 对中国来说并不难 但是如果说日本方面能够做出一些回应 不说像新加坡像泰国那样 已经彻底和中国是双向互免签证 但如果有可能对中国的相关签证上面松一松 那李强第一年他的履职 包括在两会上做报告 显然是一个加分项 说了这么多的一些细节 最后就是两点 第一点李强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 他去抓经济 想把经济抓好 有声色 这个显然是他的一个初衷 企业界也是认可的 那第二点 他能不能抓得起来 很重要的一点 是不是得到习近平的充分的信任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中国这么多的政策面 有利好的消息 利多的消息出来 那他显然是得到习近平的信任的 相信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付权的 当然了 股市撬动起来 相对要简单 和楼市相比 和中国的地方债相比 是要简单一点 接下去还会有很多的 现实的问题在等着李强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我是月哥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北京时间1月23日 中国大陆不少社交群组里 关于李强 在稍早一天 1月2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大发雷霆 对于资本市场出现的怪现状 颇为不满 这样的消息是传的比较的广 当然这些传闻 一下子没有办法证实 一下子也没有办法证伪 而美国媒体就在这个 非常敏感的时间节点 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 中国的国家队 要去救市 救股市了 1月23日 中国股市的表现 总体上应该是印证了相关的信息源 李强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 其实全面履职 也是快一年的时间了 舆论场上 关于李强和蔡奇 在政治上进行博弈的消息 其实一直没有断绝过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可以看到李强是有一些大动作出来 这样一位普遍被认为权力比李克强还要小的总理 李强确实是想干成一些事情 或者说是在为自己理为 先看第一个动作 李强在1月22日星期一 是主持召开了中国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根据中国官方所披露的消息 李强是强调要采取更加有利有效的措施 着力稳市场 稳信心 同时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说了这么一系列的话 中国的国唱会 没有现场的画面 也没有音频视频呈现出来 所以李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语气心态 怎么样肢体的动作如何呈现 那统统外界不知道 不过稍微晚一点 美国的媒体在1月23日 是引述知情人士就放出了消息 说北京正考虑推出政策配套 以稳定下滑的股市 预计最快本周出台部分措施 这些方案措施是包括筹集规模 约2万亿元的人民币的股市凭准基金 用主要是来自中国境外机构的资金 透过护港深港通等投向中国的A股 此外中国的官方也还是考虑通过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或者是中央汇金公司 也就是所谓的国家队了 向A股投资至少3000亿元的本地资金 美国媒体也是援映知情人士的说法 官员们也正考虑其他措施 如果获得最高层的核准 可能最早于本周宣布其中的一些措施 当然计划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美国媒体放出的消息信息量是很大了 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说 2万亿元人民币的股市凭准基金 规模是比较的浩大了 能够起到一定的拖势作用 撬动的作用 不过股市凭准基金它的资金来源 一般是一个国家的财政拨款 有的国家也会动员券商和机构投资者 上缴一定的比例 所以消息人士所透露的 主要是来自境外机构的资金 到底这个细节是什么 还得再等一等来看 就李强在中间发挥的作用来说 因为媒体普遍提到了 国务院是表示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 所以包括股市凭准基金的建立 那一般认为这个提出的就是李强 所以很微妙了 李强会不会说没有经过习近平的同意 就把方案拿出来 因为场外的这些重磅的消息 包括凭准基金 2万亿来自海外的资金 以及本地3000亿资金会筹措起来 注入到A股 那1月23日的股市是被刺激了起来 或者说被撩拨了起来 所以现在李强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的微妙了 这个消息一般认为是你放出来 或者你受益一些官员向美国媒体放出来的 但是如果最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同意 那股市它可能会有一个报复性的下跌 李强立威或者说在经济上尝试做更多动作的 第二个很典型的表现 就是他1月16日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 叫中国的官方是提早一天向国际社会 公布了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速 是5.2个百分点 当然效果怎么样 1月18日中国的股市是出现了破跌的情况 我在稍早之前的节目也提到 李强是很难稳大盘 那么这个先放下一边 姑且不表 另外一方面还是能够看到李强啊 希望向外界传达 中国经济更有信心的这个信号意思 还是表达的很明确 其实一般人都懂 那更不用说李强了 比如说中国的股市的旧市 那只能是权宜之计 最根本的最重要的 还是要改善所谓的基本面 去改善信心 李强是在国外率先喊出了 GDP增长5.2个百分点之后 从瑞士爱尔兰就回到了中国 紧接着这段时间 中国地方是陆陆续续召开 人大的会议 就向外界披露 当地的GDP2023年的增长情况 同时会介绍2024年 预期的GDP增长的目标 是多少 所以这个GDP成为热词 也是让不少人有感慨 因为一度舆论场上 有这样的声音 认为中国共产党 甚至已经把经济的发展 不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之上了 去搞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其实经济能够抓得好一点 普通人钱包股一点 这个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作为 执政党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透过李强的最近一段时间言行来看 那显然他还是没有忘掉GDP的 李强主抓经济 那当然也是希望中国2024年GDP增长量的指标 是定的高一点 不过现在透过政治局委员 担任风降大力的这几个地方 包括上海北京广东 所定的2024年的GDP增长目标 都是五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5%大概也就是中国官方 很有可能所敲定的 2024年GDP的一个目标值了 当然天津定的是高一点 预期值是5.5%左右 2024年 重庆定到的是6%的增长目标 新疆的目前还没有看到 透过北京上海广东这三个地方的GDP 2024年预期值来看 那他们对经济能够比较往上快速的走 似乎也还是信心不足 当然话也讲回来 5%这个数值 根据李克强人已经不在了 2022年5月份 在稳大盘的电视电话会议上 保守估计10万人参加的那个场合 其实他是提到了 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率滑到了一定的区间 那么要这么大的经济体量 把它放回拉 需要的时间物力 投入的精力会更多 当时一般认为他所提到的滑出合力区间 也就是指的5% 所以真的是兜兜绕绕 李强干的就是李克强没有干完的事情 然后干的也很分心 李强立威的第三个动作 其实是比较的大 目前中国官方媒体还没有说很大规模的披露出来 不过在海外的社交场合 已经有人贴出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份通知 稍早之前在1月中旬的时候 其实我是注意到有一些媒体人 也是发了相关的消息 但是当时这个通知还没有看到 现在很明确的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是关于 印发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事情的通知 它的时间是2023年的12月底 它要求涉及到的12个所谓的重点省份 1月1日就要开始落实 这12个省份其实也就是地方债务风险非常高的12个地方 包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这12个省份里面一个天津一个重庆 就已经涉及到两位政治局的委员了 这一份通知或者说要求是说 这12个重点省份要严控新增的政府投资项目 画出了原则上不得新建项目的领域哪一些呢 范围很广啊 包括地方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楼堂、管所等 原则上就不能够再建新的项目了 此外城市的燃气、排水、供水、供热以外的市政基础设施和棚户区改造项目等等 也被列入严控新增领域 不过我做了一个大致的搜索 这12个省区之中 目前只看到内蒙古自治区 在1月中旬是透过官网就提起 这个区是召开了政府常务会议 然后官员是提到了 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的重点省份 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别的11个区 包括天津和重庆 目前当地的官方媒体 似乎没有很多在这个方面琢磨 当然这个通知 它是去年底下发的 几天之后就是说要求地方上落实 那其实有些地方 它的预算都已经编制的七七八八了 要么可能有一些 对国务院的通知就往旁边放一放 要么就是火急火燎的在改预算 而且中国国务院的这个通知 要求它给地方上是开了很大的口子 比如说项目总投资完成率不到50% 但经省级政府审核论证 确实有需要有必要的项目 还是可以续建 但是需要压缩投资的规模 所以这份主要目的很明确了 就是要确保重点省份 不再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这个文件通知 它到底多大程度上管用 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李强的立威 在人事上现在很突出的一点 就是从2023年下半年以来 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 已经是实现了六进五出 国务院的副秘书长 一般是对口服务副总理 或者是国务委员的 那现在根据公开的报道 能够看到 县政国务院的副秘书长 包括王志军 刘建波 郭伟 王永宏 徐守本 孙广宇 刘雨辉 汪洋 八人 除了刘建波 郭伟是上一届留任的 国务院副秘书长 其余六人 都是在2023年7月后 出任限制的 换人的速度 清除李克强旧部的人马的速度 是比一些中国市政观察人士 所设想的 要快出很多 不过 目前看换进来的 这些中国国务院的副秘书长 他们的公开简历 有一些人和李强 其实是没有公开的交集的 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得到李强的认可 或者说进入中国国务院系统之后 会怎么样发挥一个作用 对李强的影响有哪一些 目前还有必要来进一步的观察 接下去 关于李强最近一系列的大动作 我们做一些概括小节 李强所提出的 要采取更加有利有效措施 稳市场 稳信心 会不会兑现 包括所谓的 两万亿凭准基金救世方案 会不会落地 相信一月份的 很快的 这一次的政治局的会议 应该说会有一个说法出来 如果说没有相关的消息 那说明李强讲话 还是不好使 如果说有相关的消息 果然兑现了 那说明李强仍然是得到习近平的充分的信任和授权的 即便他有点先入为主 或者说先斩后奏 习近平也能够接受 包括最近的海外舆论场讨论很多的 1月16日到19日 中国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 那在举行的时候 李强是在外访 但是他是18日回到北京 这个专题研讨班是19日下午在中共中央党校结业 他没有去结业的仪式 而在结业仪式上 是蔡奇作为中共的常委中央书记 他出席结业室并做所谓的总结讲话 所以接下去的政治局的会议 恐怕也能够来看一看 李强作为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他的这个橙色到底足不足 李强现在着急 甚至是有些上火 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因为他显然也是在为两会 为人大会议在做准备 因为他需要做政府工作报告 要总结施政第一年的工作的得失 所以想必他是想利用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 出一些成绩 让施政报告好看一点 但是李强的老问题仍然是 他的跟班色彩太浓 独立人格太淡 所以看上去就显得没有威信 用一些舆论场上比较夸张的话来说 政令难出国务院啊 所以他接下去会不会采取一些雷霆的手段 比如说杀一警百 比如说对于化债工作派出一些 督察组 对于化债不利的情况 要有一些惩处的措施 这个恐怕都是李强和他的团队要考虑的事情 媒体界的人士 资本界的人士 对于李强 现在来看是有很高的期待的 在1月23日下午 上海的澎湃新闻是专门推出了一篇评论 也是特别提及了 李强在1月22日国常会上发言 然后就特别强调 他发言中的两个内容 更有利有效的措施 以及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对于市场 对于产业来说非常重要 文章的结尾最后一段说 信心比黄金重要 当下政策力度加码的窗口已经打开 依托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和不断推动开放的决心 资本市场起稳回升 长期来看也将是确定性事件 文化新闻的这篇评论 看上去对李强是赞许有加 也是期待有加 像这样的掉门的评论 不知道李强本人 会不会看得到 如果看到了 想必心中的压力 也是沉甸甸的 下去来看一看 李强的老乡 张文宏先生 他是中国国家传染病 医学中心上海主任 同时也是上海复旦大学 附属化身医院感染课的主任 他是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之中了 1月22日 张文宏是列席了 政协上海市一次会议 他就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分级诊疗的重要性 他是给到了一个例子 他说他的母亲啊 也是在这一波疫情中中招 发高烧 吃不下东西 担心老人有脱水风险 所以他就只能送老人去医院治疗 在医院测出是假流之后 进行了对症 用药并补了液 老人精神很快就恢复了 张文宏就跟他的母亲说 现在不用住院了 我们马上回家 所以透过这个经历 张文宏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 他说 从这个事例 我们可以看到 在打造有韧性的城市公共卫生体系里 每个人都应该有所作为 不要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他进行了一个解释 就是在中国 现在是虽然有社区医院 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 组成的三级分级诊疗体系 但实际上 真正的分级诊疗是缺乏的 因为现有的三级体系 实际上是不运作的 没有建成一个很好的基层医疗 与上级医院的对接体系 病人自己都会选择 去看最好的一个医院 这就造成了挤兑 张文宏给到的建议就是 要打造有韧性的城市公共卫生体系 一是优质医疗资源要下沉 二是把现有框架的三级分级诊疗体系 真正的打通 如果做好了 就有可能我们投入不多 但是收获很大 张文宏医生最后的总结就是 未来的某一个冬天 大家住院不用排队 大家看病不需要拥挤 我带母亲看病 可以直接到附近的医院去看 不需要去华山医院 也就是他的工作单位了 这时候我们的医疗体系 才真正是正常的 有必要指出的 张文宏这一番讲话 1月22日 而上传这一则视频的当天 1月23日 又是武汉封城的周年纪念 两项结合起来看 那张文宏先生所讲的话 当然是有道理的 在武汉封城期间 我也是做了大量的采访 当时是有一位地市司机 就告诉我 那他们武汉人 当地人 当然都是去附近的三家医院 结果整个三家医院 人满为患 整个走廊里面 都是摩肩接种 他说他后来回想 那其实那个时候 都已经传染了新冠的原始毒株 原始毒株是比较厉害的 当时也没有疫苗 也没有药物 所以武汉真的是死了不少的人 他回想起来都是后怕 那张文宏所讲的 第一有病 要先去社区院 很大程度上 如果再有一次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 包括像这一次 所高峰传染的 季节性的呼吸道疾病 包括肺炎之源体 呼吸道荷包病毒 腺病毒流感病毒 当然也包括新冠病毒 它是一起袭来 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如果说去社区院 就能够把感染限定在 一个社区医院 或者说相对较小的范围之内 然后给官方应对公共卫生的危机 留下一定的反应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社区医院 先去看病的一个原因 第二点张文宏医生所讲到的 就是要把不同的三个体系之间打通 这个指的是 如果说社区医院把病没有办法看好 人有生命危险 那么能够第一时间去到二级医院 再或者说进到三甲医院 三级医院 他强调的是这个意思 这一点也是抓到了很多人的心中的一个痛处 因为一般的看法就是说 小病那社区医院恐怕还能够应付凑合 大病的 那没有人会拿自己的 比如说孩子 那家长 爸爸妈妈拿自己去开玩笑 所以肯定去三甲医院 那如果说能够把衔接做好 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够打消人们的顾虑 但张文宏的说法 在社交平台上一直都有不少的反对 包括这个所谓的先去社区医院 因为卡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权贵医疗 包括官员的这种医疗水平 确实是区别于普通人 所以如果不让普通人去三甲医院 很多人认为这是剥夺了一个看病的权利 另外一点就是对中国官方 真金白银投入到社区医院 乡镇医院 基层医院 这个要求是非常的高 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所以张文宏所设想的情况 在大城市 一线城市恐怕还能够保证 但是去到二线三线城市 张文宏的建议和设想 目前来说也很难圆满的落地 这也意味着如果说下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又不欺而是又突然杀到的话 恐怕中国也没有把握说一定会做得更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的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